來看一下,所以已經繪製出美元的部分 人民幣如果我要畫出來,那該怎麼做?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在這個地方 我剛剛講過啦 你可以把上面這個程式 就是美元的部分 把它直接複製 那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個sets source data的部分 其實是關鍵 因為畫圖是來自於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後面的話 sauce冒號 其實我跟各位講 sauce冒號等於前面的叫做參數的名稱 所以那個參數名稱如果只有一個的話 說真的,這個可以delete掉 這個不要沒關係 因為他參數只有一個,那就是他 所以我們不用特別跟他講說 什麼的參數是什麼 就直接給他就對了 所以後面那個冒號等於前面那個是參數的名稱 如果以這個來看 這個是可以把它省略掉的 因為只有一個參數,不會有第二個 OK 那未來如果有多個啊 其實你只要按順序 你也不用給參數沒關係 除非說你是沒有 比如說他有四個參數 那你的參數剛好是第三個 那你就不能說 你不給他參數名稱而跳的 那這樣就會出錯啦 OK,大概是這樣 那以這個來看 這邊是可以刪掉的 第一個哦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是同一張工作表的話 那其實你 因為這個是什麼 工作表二驚嘆號 所以驚嘆號前面 理論上 應該就是指的什麼 指的就是你的哪一個張工作表 那因為我資料跟圖放一起 所以沒有跨工作表的這種問題 那也就是說 你工作表根本不需要告訴他 因為反正我們比如說 我們現在就在新北市 那你就是新北市什麼路就好了嘛 你不用說 我在新北市的什麼什麼路 不用啦 因為同一個嘛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刪掉的 所以我們假設啦 我要改的話 這個可以拿掉 那這個鎖的絕對位置也不用啦 所以其實這個達勒賽 這個其實也不需要啦 直接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其實就是在這裡就對了 所以這個 因為他剛好是在連續範圍 你把美金在這邊 A跟B再連在一起 所以直接你可以這樣寫 可是跟各位講 因為像那個折線圖 他兩個概念 橫軸其實是日期 縱軸呢 是資料的數量 所以理論上 應該比較精確的寫法 應該要把它改寫成這樣 就是前面應該是 A1到A40 應該是他的什麼時間 豆點 豆點應該要給第二個 他的數量應該在B1 到哪裡呢 到B40 這樣的寫法會是比較精確的 OK 所以啦 如果你大概有這個概念之後啊 其實人民幣呢 就很好改了 有沒有 所以哦 人民幣的話啦 當然你就把這個 把它再複製一遍 剛剛這個就可以把它蓋過去 那你應該知道人民幣 當然你如果現在執行的話 一定會出錯 所以我剛剛改了兩個 貼過來之後的話 Labs 應該是M11嘛 Tap M11 那寬跟高不用改 因為它位置一樣 不過順便先講一下 這個舊的圖 如果它刪掉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 ActiveChart.Delete就可以了 那那個的話 在程式在這邊啦 底下你們看一下 刪圖有沒有 這個Sup先拿來用好了 因為待會我們很多時候會用到刪圖 刪圖的話其實就是這個啦 目前工作表裡面的Chart Objects Chart Objects就是圖形的物件 點Delete的話它就全刪掉了 那你想說老師 那外面為什麼要包一個邏輯判 因為如果呢 假設裡面完全沒有圖的話 你刪除它會出錯 因為沒有圖刪 那不行 OK 那所以呢 我多一個判斷說 你如果這裡面 這張表裡面的Chart Objects 就是圖形物件 假如是大於0 意思就全部刪啦 反正我不留任何的圖 那我就全部刪 可是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留下 沒關係 那就可能另外 你可能要另外再把你要留的留下來 刪掉你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全部把它刪掉 刪除 OK 這邊就沒有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把剛剛的再演示一下 所以呢 我們就是把那個美元的先 這個美元應該沒問題啦 美元就折現圖出來了 OK 那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那我只有改這個M1 改成M11 這邊要改 這個要改多少 改C嘛 有沒有 所以哦 特別注意哦 如果以後你用折現圖 你一定要有一個概念 折現圖一定要拆成兩部分的資料 前一個的話是X軸 前面這個是X軸 然後後面這個是Y軸 OK 那你說老師那為什麼剛剛要連在一起 因為剛好美元是隔壁嘛 所以它為了方便它全部都串在一起 當然它方便 可是以後啦 如果你假設啦 你要正確的話 就大概這樣子 好 所以我把它改成C 這樣執行的話 應該就OK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執行 有沒有 人民幣有沒有成功 人民幣成功了 那下一個的話你說 下一個 下一個什麼 下一個是歐元嗎 還是 歐元對美元 那畫過來 你說老師我知道 那我再來一個嗎 可是如果現在這個假設有一堆 你這樣寫 其實跑是跑得出來啦 但問題這樣子感覺好像 只有寫一半 不夠專業 有沒有 你說老師沒關係啦 我自己看懂就好了 至少比土法練剛快 對也是啦 但是它要9欄 所以你要寫9個SUB 不然的話你就全部寫在一起 有沒有 把這個兩行 然後後面再加 再接兩行 反正總共加起來 9欄的話就是18行 18行道也還好啦 可是啦 說真的 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 再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SUB 叫折線圖 或者叫全部折線圖好了 OK 全部折線 那問題 全部折線圖 你就要思考說 第一個跟第二個 它如果要變第三個的話 會哪幾個地方會改變 那你把那幾個地方改變的地方 寫一個回圈出來 那問題就OK了 1 所以它第一次1耶 第二次是11 那第三次呢 那應該就是21嘛 再來31 所以後面一定有1 所以只要那個數字 它是10的倍數 等一下你可以乘以10啦 1加上 i乘上10 1倍嘛 乘上10兩倍 也可以 或者反正只要滿足這個公式 的這個都OK 第一個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它第一次一定要是B 第二次的話一定要是C 那再來應該是DEFG到K 所以哦 要怎麼樣可以滿足這兩個條件 然後把它寫出一個回圈 那這個部分呢 基本上 中間在串這兩行進來 那不就可以自動完成全部的折線圖了嗎 我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只是說要怎麼寫啦 這個才是 OK 當然你如果暫時 你說老師你先不要告訴我回去想想看 沒關係 不過我沒那麼多時間 我等一下還是再告訴你 只是說你暫時參考就好了 那你說 老師我想要用別的方式 沒有關係 你不一定要完全照我的方式 因為我剛剛講 只要能夠滿足這樣的條件的公式太多了 你可以用成的 你可以用加的 你可以用反正各種方法 還有 比較難的應該是這個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必須要串在中間 那用什麼方式可以讓它當它第一次的時候是B 第二次是C 一時類推 OK OK 這個都要自己去想 那我後來也是自己想出來 所以如果假如 你看到網路上有寫的跟我一樣的 應該是別人抄我的比較 因為我沒有去看 我是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因為反正程式是這樣 你知道該做什麼 剩下就是你去想 那至於想出來的方法 絕對不會有所謂的標準 因為每個想到都不一樣 可能會雷同 但是我在想說 大部分不太會一樣 因為每個人想的 而且每個人的習慣不同 寫出來的結果也會不一樣 比如說像這個BCD有沒有 有的人會想到用內碼的方式 但用內碼其實比較難 後來我發現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用切字串 用MID的函數就可以了 MID有沒有 當它第一次就抓第一個字 抓第二個字 抓第三個字 抓過來之後 放在這裡不就好了 OK 這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美元改成人民幣 然後思考一下全部折線圖看看 OK 來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OK